这个模型定义好之后啊,咱们是不是就是说要把这个模型啊,从前往后的跑通一次啊 也就是说,现在一个数据来了,诶,由这个data怎么得到最终这个socker值 这个socker值呢,它是包括十个类别的得分值吧 怎么从这个data到这个socker呢,接下来就是通过网络的一系列的预算 一系列的这个运算 我们看咱们的这样定义了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就是代表着咱们一次前向传播 咱们前向传播啊,需要输进来什么 首先需要输进来咱们一个data,也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吧 以及呢,咱们网络层当中所有的w和所有的b吧 这里呢,咱们就把这个x还有这个w以及bios都给它输进来 输进来之后啊,咱们是不是要进行一层一层的计算了 先计算这个layer1这个层的一个输出值,再计算一个layer2 然后呢,最后呢,再把咱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out输出值给它输出出来 是不是就完成了咱们这样一次前向传播呀 这点还需要有点值得注意啊 就是说,当咱们啊,就是说完成了这样一个 就是在进行前向传播的时候啊 咱们进行了,做算完了一个l1层的输出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说咱们神经网络啊,有一个非线性的表达呀 所以说啊,在输入完l1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这块还要输一个segmod啊 大家不要忘一点,就是说 咱们的神经网络啊,是有一些激活函数的啊 每一层后面都要加这样一个激活函数 所以说呢,在算完这个ws加b之后啊 咱们还要把这个值经过咱们segmod函数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咱们就来写一下l1层的一个输出结果是什么 l1层输出结果啊,咱们是从里往外看吧 从里往外看,就是说先是一个咱们的data data乘上咱们这个w1,然后呢,再加上这个b 也就是说啊,这里我们看咱们的无论是乘法还是加法 都是用tensorFlow的一种格式啊 就是说tensorFlow mat multiply 先算这个x和w的一个矩阵乘法 然后呢,再用这个tensorFlow add 把咱们的wx和b再加在一起 这两个加完之后啊,咱们的这个l1层还没有算完 咱们还差了一个sigmod吧 这个sigmod函数啊,就在咱们这个tensorFlow.nn 在这个nn模块,natural network这个模块下 有一个叫做sigmod的函数啊 咱们直接可以掉这个sigmod函数 就可以啊,帮咱们把这个l1 就可以啊,帮咱们把这个激活函数的值给它算出来了 算出来这个值之后啊,咱们就得到了这个layer1的值了 有了这个layer1之后的值,值之后啊,咱们是不是还要算这个第二层 还有这个最终的输出层啊,那么这个第二层 其实啊,算法也是一样的 第二层来说,就是用咱们第一层的结果 再乘上这个w2再加上这个b2就完事了吧 然后呢,再把咱们算出来值啊,再通过一次sigmod 咱们就得到了这个第二层的结果 得到了这个第二层的结果之后啊,咱们是不是还要算这个第三层啊 第三层也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出层啊,这个算法还是一样的 那么算完之后啊,最后咱们把这个结果给它return回去啊,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咱们这个最终啊,想要得出来的十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 大家注意点啊,就是说咱们最后啊,我们看前两层都是有一个sigmod吧 但是呢,最后一个输出层啊,它不是咱们神经网络当中的一个层啊 就是说,它是咱们最终的一个输出 所以说呢,在这里啊,咱们不要对最终的输出层啊,再加上这个sigmod了 咱们只需要把最终的结果的一个得分值给它返回回去啊,这样就OK了 那么现在啊,咱们是不是说完了咱们神经网络的一个前向传播了 从咱们的数据输进来之后,咱们经过了L1层,L2层 然后呢,还有一个out输出层,咱们得出来了最终属于每一个类别的得分值吧 有了这样一个得分值之后啊,咱们现在要做一些什么事啊 咱们是不是,咱们说神经网络是由前向传播加反向传播组成的 咱们接下来还是要定义一个反向传播的过程 在算反向传播的过程当中啊,咱们需要先定义一个损失函数 那么在这里呢,咱们这是啊,就是说TensorFlow啊,已经给咱们实现好了一些损失函数 比如说啊,咱们最常用的这个交叉伤函数 大家啊,就是说,不知道大家属不属于Cafee啊,Cafee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名字啊,跟这个差不多的 Soft Max, Cross Entropy啊,就是有一个Soft Max的一个交叉伤函数 在Cafee里啊,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文块啊 那么在TensorFlow里啊,其实啊,它也是给咱们定义好了啊,这些损失函数 那么这里呢,咱们就用啊,这个交叉伤函数来做咱们的分类认误啊,其实就非常好了 咱们主要来看啊,就是说这个Cafee啊,这个交叉伤函数啊,它的一个输入啊,它的一个输入 我们看啊,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啊,第一个参数是咱们的网络的一个预测值吧 也就是咱们一次前向传播的结果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第二个参数啊,是咱们的一个实际的Label值啊,咱们要跟咱们的预测值跟Label值啊,进行ETA的比较 咱们把这个比较啊,最后返回给咱们的Cost,让Cost啊,就当成咱们一个损失函数的值 那么这里呢,咱们是用一个ReduceMe啊,ReduceMe啊,就是说咱们在最后除上一个N,N代表咱们所有样本的个数,代表一个Batch样本的个数 也就是说啊,咱们现在是求的是一个平均的Loss 有了这个Cost之后啊,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啊,就像咱们之前啊,做那个回归算法一样啊,咱们也是要定义一个最优化的算法啊 咱们这里啊,还是用这个T度下降的啊,优化器来去求解咱们现在的这个Cost 可以说啊,就是说咱们这个TensorFlow啊,做咱们的机器学习任务啊,或者说做神经网络啊,这个套路啊,还是都是差不多的 先定义咱们好的预测值,然后呢,定义损失值 然后损失值完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要定义,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优化求解了 做完这个优化求解之后啊,咱们是不是说,哎,现在已经有一个模型了 有完这个模型之后啊,咱们是不是要去算一下这个模型当前的一个效果,或者说咱们模型啊,当前的一个精度值啊 那么这个CORR啊,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个准确率啊,咱们准确率啊,刚才上解课也是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Archmes啊,还有这个Eco啊,都是什么意思啊,这里啊,咱们就不再说了 有了这个准确率之后啊,咱们是不是要把咱们这个True啊,还有False的这个值啊,转换成一个Flow类型啊 用TensorFlow.Cost,给它转换成一个Flow类型 转换成Flow类型之后啊,咱们就可以计算出来这样一个精度吧 那么这个啊,就是咱们一个完整的,非常简易的一个神经网络的结构 咱们从这个代码量来说啊,就是说,咱们用TensorFlow啊,实现一个很简单的神经网络啊,相对来说啊,还是非常容易的 只需要大家先按照这样一个结构,把你的神经网络呢,这个W1,B1,W2,B2,把它整体的一个结构啊,现在定义好 然后呢,按照咱们啊,定义好的这样的结构,去做咱们这个整体的流程,按照流程啊,按照一个图的计算方式 给它写出来啊,咱们就可以去完成这样一个神经网络的模型了 然后呢,接下来啊,就是一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代码了,咱们是不是刚才啊,已经把这个神经网络给它定义好了 神经网络定义好之后啊,咱们就要定义一些超参数了啊,比如说,咱们需要定义一下咱们的网络迭代几个epoches 每个epoches呢,里边又有多少啊,每个,就是说每次迭代还需要有多少个disk batch size 以及呢,咱们每多少,每多少个epoches,咱们进行一次打印啊,分别对应着咱们这三号代码 然后下一步啊,就是说,按照TensorFlow的格式啊,这个咱们已经说太多了,咱们先把咱们的这个计算图给它加载进来 咱们加载进来啊,用TensorFlow的session啊,咱们先定义好这样一个计算图的区域 然后呢,在这个计算图的区域上,哎,我看啊,这个啊,大家最后忘书了 就说这块,咱们还是先要对咱们全局的变量进行一个处理化啊,这一点啊,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不要把这个TensorFlow的GlobalWariable Interlator,把这个忘掉 然后呢,就是啊,咱们要进行一次迭代了吧,每一个epoches,每一个epoches进行迭代 那么下面这些代码啊,其实跟咱们上节课讲这个逻辑回归啊,是差不多了 咱们还是一个batch,一个batch的去取这些数据,数据来之后啊,咱们是要session点run run什么啊,run一个operation吧,就是说run一个操作 这里咱们拿什么操作啊,咱们拿这个automizer 就是咱们刚才定义好的这个求解的优化器,咱们就要不断的去run这个优化器啊,不断的去求解 这里呢,咱们是刚才啊,创建X和创建Y,是用一种placeholder的格式吧 所以说啊,咱们这里就要给placeholder里边填充值了啊,填充什么样值啊 填充啊,batchX以及batchY,这个batch是咱们刚取出来的 咱们啊,是用这样一个feed dictionary啊,也就是说写成这样一种字典的形式 字典的key呢,就是咱们要填充的值,然后字典的这个value呢 就是说这个值啊,究竟是什么,这个是咱们迭代的过程 迭代过程中的话,咱们还是可以不断的进行打印啊,不断的进行打印的过程啊 也是一个session run的过程,只不过说呢,咱们上一部session run run的什么 run的这个automizer,对吧,这回咱们session run run的什么 咱们要算一个accuracy,对吧,只不过说呢,咱们看这里有两个session run 都是run的accuracy,这个咱们刚才定义好的这个操作 只不过说呢,这里啊,我们看这个feed dictionary 它传进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于咱们这个tune accuracy啊,它传进来什么 它传进来的就是一个tune的batch,然后呢 对于这个test accuracy啊,它传进来的就是一个testbatch啊 咱们是通过这种placeholder的格式啊,给它指定好 咱们是在实际的迭代的过程中 再去给它传进来这个x还有这个y 对,那么现在啊,咱们也可以实际的再来运行一下看一看 看一看,咱们现在这个,呃,定义好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啊 只有两层神经网络啊,大概表达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 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的啊,咱们可以稍微等一些,等一下 可以说啊,就是说tuntherflow啊,来做咱们这个神经网络啊 其实并不是很难嘛,咱们只是用简简单单的几行代码 就把啊,咱们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啊,给咱们定义好了 其实呢,给咱们省了什么事啊,它的很多反向传播啊,以及参数更新啊,都封装了在这些函数里边 咱们啊,不用关注这些函数的细节,只需要调用人家的接口传进去这样一个参数啊 tuntherflow就帮咱们完成这些事,其实呢,它核心的非常复杂的结构啊,都在它这些优化器求解这里边了 咱们啊,就是啊,我们靠这里已经是开始迭代了,我们靠第一次一开始的一个cost的值是等于0.2.26的 然后呢,这个准确率啊,大概是0.19和test的时候是0.25,然后呢,第七个epos的时候啊,咱们的test accuracy已经达到0.68了 0.36吧,这个,呃,这个现在啊,打印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它的一个精录值啊,我们再等两个吧,再等一个10 啊,这又出现一个,现在loss啊,还是在降低的,然后呢,咱们这个test accuracy啊,还是在不断升高的吧 也就是说,咱们当前啊,定义好的这个神经网络,确实发挥出作用了吧 虽然说啊,咱们这个loss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呢,咱们的神经网络啊,是确确实实的已经起到了作用了啊 那么咱们啊,就不再往下看了,关于这个神经网络啊,这个简易版本啊,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